在众多狂派战士中 你觉得谁的登场方式最为霸气 是常年在宇宙中化身卫星窃取情报的声波 还是能变身赛博坦战机的狂派领袖威震天 我觉得还得是带着宠物力钻魔的震荡波最帅 据说他的来历比声波还要神秘 他是霸天虎的军事行动指挥官 由于他的面固没有一张正常意义的装甲 导致声波称他是第一个气感情和思维不能为我所感知的赛博坦 也因此极恨上他 据说要看懂震荡波的表情 震荡波最为残酷无奇 说话时冷冰冰的武器 让所有霸天虎都认为他是一个么的感情的忌器 他的能力仅次于威震天 也是为数不多敢单挑情天柱的男人 在电影《变形金刚3》中 他骑着宠物力钻魔霸气登场 面对人类和雷霆拯救队的危险 一人独占千军万马丝毫不落下风 而其宠物更是冲进大楼里四周 树溪之间就将数百米的高楼拦腰斩 眼看山姆等人即将被切毁 装在飞行装置的秦田柱及时的 接着再猛了一个虎虫 拆夹专家力钻魔就此与命当场 宠物震荡 大哥又总能命 震荡波当即便抬起手中的加盟炮对着秦 可这是人类的散兵部队已然杀到 再配合雷霆拯救队的围攻 破防的震荡波也身负重伤 随着大哥秦天柱再度杀出 一路横扫千军过后 脾气重重的植火便将震荡水 一代沙神也就此用